慈濟志工的首宇哥 为东港新芽奖学金 颁奖典礼揭开序幕 这一天更要庆祝新芽 在东港十年 早期的奖学金得主 也回来同欢喜 苏伟伦特地分享 她骨髓配对成功 鼓励大家手心向下 祝福学弟学妹们 可以走到更好的一个巅峰 学习更多的东西 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些新芽奖的学长姐 从没忘记志工的用心 孩子他们离开学校 然后走入社会 有了稳定的工作 还会懂得 想起四姑之请的陪伴 想要做付出的工作 我们邀约她回娘家 他们也愿意回来鼓 颁奖典礼爱得回馈 见证多年付出 感动众人 在求学的过程中 能够给他们一份力量 我觉得这份力量 不只是物质上的力量 其实在精神上的陪伴 各事可贵 在志工关爱下 小树成长了 也给了台下这些小新芽 未来光亮的蓝图 大约新闻 真上美志工屏东综合报导